新动期嘉宾身价大比拼 账目沉上不了台面 汪清雅开300万兵力 软小咪开240多万的迈凯伦570S 最近啊 这新动的信号期可把大家伙儿的心都给撩拨起来了 每天就守着屏幕 跟着里面的俊男靓女们一起心跳加速 除了那些让人脸红心跳的甜蜜互动 不知道大家伙儿有没有注意到 这届嘉宾可真是毫无人性开的车 那叫一个豪气冲天 就说第一期节目吧 那见面场面 说是豪车展销会也不为过 尤其是女嘉宾出场的时候 那叫一个亮瞎眼 先说这翁清雅 听说平时出门开的是300多万的兵力天月 好家伙 这车往那一停 气场直接2米8 再看软小咪 一辆240多万的迈凯伦570S 那流线型车身 一看就是速度与激情的代表妥妥的女王座驾 在新动的信号期 这个充满竞争和挑战的情感舞台上 女嘉宾们的风采各异 而男嘉宾们自然也不甘示弱 纷纷拿出了自己的杀手锏 彭高驾驶的特斯拉 以其低调说话的气质 彰显出他的内涵和品味 李定豪的领克01 则以其时尚动感的设计 散发出一股青春的活力 而赵牧尘的宝马三系 经典大气 稳重可靠 无疑是他成熟稳重性格的最佳代言 彭高的特斯拉 不仅代表了新能源汽车的前沿技术 更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现 他选择特斯拉 既展示了他对环保的重视 也透露出他对未来科技的敏锐洞察力 彭高的每一次出场 都仿佛在告诉所有人 他不仅有着丰富的内涵 还有着引领潮流的勇气 李定豪的领克01 则是年轻与活力的象征 这款车型以其独特的设计语言和出色的性能 完美地诠释了李定豪的性格 他总是充满热情 对生活有着无限的好奇和探索欲望 领克01与他 就像是青春的符号 永远向前 永不言败 赵牧尘的宝马三系 则显得更加成熟和稳重 这款经典车型 无论是在设计上 还是在驾驶体验上 都体现出了宝马一贯的高品质 赵牧尘的选择 反映了他对于传统价值的尊重 同时也显示了他对于细节的精益求精 他的稳重和可靠 让人在节目中感受到了一股坚实的力量 哎呦喂 这还没开始正式的约会呢 男嘉宾们就已经纷纷展示出自己的实力和品位 这正式可谓是让人压力山大 他们的每一次出场 都仿佛在为接下来的情感竞争做足了准备 观众们也纷纷猜测 究竟哪位男嘉宾能够在这场爱情角逐中脱颖而出 赢得心仪女嘉宾的芳心 心动的信号期的情感大戏才刚刚拉开序幕 男嘉宾们的精彩表现已经让人期待不已 他们各自独特的魅力和选择 无疑为节目增添了更多的看点和悬念 接下来的日子里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看他们如何在信号小屋中展开一场关于爱的较量 彻如其人 这些作家背后藏着怎样的人生故事 不过这车啊 就像一面镜子 能照出一个人的人生态度 就拿咱们霸气与解翁清雅来说吧 宾利天悦这款车 本身就代表着一种成功和自信 和她本人在节目中的表现 那叫一个高度契合 工作中 她是雷厉风行的职场精英 生活中 她是独立自信的现代女性 对于爱情 她也同样勇敢追寻 敢来敢恨 这样的人生态度可不就是乘风破浪的姐姐的真实写照吗 再来说说咱们这位备受瞩目的甜心女海软小咪 她与麦凯伦570S的搭配 无疑成为了节目中的一大亮点 麦凯伦570S 这个名字一想起 就能让人联想到她的速度与力量 而这辆车恰恰与阮小咪活泼开朗 充满活力的性格形成了完美的契合 在心动的信号期中 软小咪总是以她那元气满满的形象出现在观众面前 她对生活的热情和期待 仿佛是一股源源不断的正能量 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她的笑容 就像是阳光一样明媚 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要靠近 感受那份温暖 在节目中 软小咪的个性展现得淋漓尽致 她不拘小节 总是能够以最真诚的态度去面对每一个人 她的直率和坦诚 让她在信号小屋中赢得了大家的喜爱 无论是与异性嘉宾的互动 还是与其他女嘉宾的相处 软小咪都能够游刃有余 展现出她独特的魅力 对于爱情 软小咪同样展现出了她的勇敢和坚定 她不畏惧表达自己的情感 敢于追求自己的心动 在她的眼中 爱情是一场冒险 是一次心灵的碰撞 她任意敞开心扉 去寻找那个能够与她产生共鸣的人 在这个过程中 软小咪的每一次尝试和努力 都让观众看到了她对爱情的执着和认真 就像麦凯伦570S在赛道上的表现一样 软小咪在爱情的道路上也总是全力以赴 不断加速 追求自己的目标 她的勇敢和坚持 让她在节目中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榜样 她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所有人 无论面对多大的挑战 只要心中有爱 就应该勇敢地去追求 去表达 软小咪的形象 不仅仅是一个甜心女孩那么简单 她更是一个新时代女性的代表 独立 自信 充满活力 她的故事 激励着无数的年轻人 让他们明白 爱情和梦想一样 都需要勇气去追求 去实现 让我们一起期待 软小咪在心动的信号期中 能够找到属于她的那份幸福 也有像彭高这样 选择特斯拉的 这特斯拉 代表着科技 环保 未来 和彭高在节目中表现出的理性 睿智 以及对未来生活的思考 简直是完美契合 她喜欢深思熟虑 做事有条不紊 对于爱情 她谨慎认真 希望找到真正灵魂契合的另一半 爱情与面包 哪个更重要 这届年轻人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爱情与面包 哪个更重要 这个问题似乎永远都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 随着一辆豪车在这届年轻人中的出现 这个话题再次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引发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 这豪车如同一面镜子 折射出当代年轻人对于爱情和物质的不同看法 有些人认为 物质条件固然重要 它是生活的基石 能够给人带来稳定和安全感 但更多的年轻人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爱情更可贵 他们认为 两个人在一起 最重要的不是外在的物质条件 而是三观器和精神同步 在这届年轻人的眼中 爱情是一种灵魂的相遇 是两颗心的相互理解和包容 他们相信 即使生活并不富裕 但只要两人心心相应 共同努力 那么即使是最简单的日子 也能过得甜蜜而充实 如果只是一味地追求物质 那样的爱情 即使拥有再多的面包 也难免会让人感到空虚和乏味 年轻人们认为 真正的爱情不应该被物质所绑架 他们追求的是那种能够在心灵深处产生共鸣的关系 是那种能够一起笑 一起哭 一起成长的情感体验 在他们看来 爱情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 是抵御现实压力的坚强后盾 当然 这并不是说年轻人忽视了物质的重要性 他们只是更加清醒地认识到 物质可以带来短暂的满足 但长久的幸福却需要情感的支撑 他们愿意为了爱情去奋斗 去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 但他们不会让物质成为衡量爱情的标准 这场关于爱情与面包的讨论 反映了这届年轻人对于爱情观的独立思考 他们在追求物质生活的同时 更加真实精神层面的满足 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和选择 给出了属于这个时代的答案 爱情 或许不是生活的全部 但一定是生活中最闪耀的部分 在这个充满变化和挑战的时代 这届年轻人用自己的方式 诠释着爱情与生活的真谛 他们勇敢地追求真爱 坚定地守护着自己的爱情观 即使面对再多的诱惑和压力 他们也始终相信 真正的爱情比面包更加香甜 但也有人持不同观点 他们认为 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 爱情也难以长久 毕竟柴米油盐酱醋茶 哪一样不需要钱 与其婚后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争吵不休 不如在物质条件相对优渥的情况下 去享受纯粹的爱情 其实无论是选择追求物质还是追求精神 都是一种个人选择 没有绝对的对错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 那就是我们都要努力奋斗 提升自己才能拥有更多的选择权 就像节目中的这些嘉宾 他们之所以能够在如此年轻的时候 就拥有令人羡慕的生活 离不开他们自身的努力和付出 与其羡慕别人不如活出自己的精彩 所以说与其羡慕别人的光鲜亮丽 不如脚踏实地努力奋斗 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也能通过自己的努力 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好了 今天就先聊到这儿 大家对嘉宾们的作家有什么看法 爱情与面包你又会怎么选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哦